身上灰色外套双手捂着脸 每一步都走得特别缓慢 她是台版柬埔寨案主刑之一 绰号大姐的父亲女子 走上求车前不断颜面痛哭 哭成这样不是为了被害人 竟然是因为自己不能返家团圆 台版柬埔寨案被害人数307人 其中61人被拘禁 更酿成三人死亡振兴全台 查董和大姐被一丝刑拘禁等罪嫌起诉 而法官开庭后裁定27名嫌犯全是羁押 大姐在法庭上痛哭 指出自己跟查董杀董是同事 还有更高阶的干部 难道会下命令否认是高层 还强调着死亡的三人 本来想要带他们去看医生 没有想到对方死得太快 而检察官则是指出 她曾遭到通气 又涉犯五年以上的重罪 加上被害人多 诈骗金额将近4亿 认为有羁押的必要 大姐哭哭哀求 说家里开便当店 可以做正当的工作 请求法官法外开恩 让她回家过年 说号查董的成型男子 体态似乎比落网时 圆润许多 在庭上成真诈气 但否认私情拘禁致死等重罪 强调自己没杀人 虽然买了证报箱和手铐等等 但没有指挥成员使用 都是听难道指令做事 意思是为了想减心 两人把责任都推得一干二净 同一口径说 都是在逃的手脑难道指使 从落网后到医生法院 当初虐死人那嚣张的模样 抖开庭时居然是想用眼泪 换法官同情 TVBS新闻黄正国家们 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喔